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要财财财经台北宁直播的A股全日通,我是淳子 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了来自要财政券的A股分析师薛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薛小姐你好 淳子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A股今天的具体表现 今天两市是正道走弱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上周率先代理两市只跌回升的创业板 在今天早上是尽显颓势 那么三大股指都小幅低开 不仅是拖累了指数齐齐的开门率 盘面上更是呈现涨少跌多的弱势震荡局面 但是当中国改板块就逆势领涨了 午后大盘是持续走弱 创业板是曾经跌超过1% 而受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影响 大农业板块是集体的爆发 那么截至到收盘为止 上证指数是跌4点是爆在3118点 那么上证城只跌51点 爆在1283点 护身300指同样也是下跌 跌17点是爆在3328点 而创业板指下跌17点 爆在1980点 那么薛小姐对于今天A股的走势 你是怎么看的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 自从上周一开始12月12号 经历的一次大跌之后呢 整个盘面上的一个情绪 一直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谨慎观望的状态 那么到今天为止 这个情绪似乎是依然蔓延了下来 那么简单也是来看一下 今天股指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早盘三大股指呢 基本上都是呈现了一个小幅低开的态势 那在小幅低开之后呢 随后的三大市场都是 表持了一个相对窄幅震荡的趋势 不过这样的一个窄幅震荡趋势 在午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化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创业板跟深圳指数 这样两个市场方面呢 都是沉压下行 那么护止还是一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窄幅震荡的状态 但是也是在尾盘的时候受到了一定压力 那么可以看到全日来讲呢 两市的成交量方面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萎缩 那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除了12号是保持在6000多亿元的一个高位的状态之外呢 其余4天几乎是保持了一个4000多亿元的水平 当然第一天12号的一个高水平 主要是由于很多的一些主力资金 在受到惊吓之后仓皇出逃所导致的 那么今天成交量方面就再度出现了一个萎缩 是跌破到4000亿元 只有达到了3996.1亿元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么也可以看到 其实盘面上目前为止成交量的一个意愿方面是大幅减弱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来关注一下深港通方面的一个使用额度状况 那么深港通的使用额度 在今天依旧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是全日的使用额度为4.85亿元 那么在130亿元中呢 占据了96%的资金是尚未得到有效的一个使用 那么在这个方面来看呢 我们也是依然认为其实在大盘方面整体来讲是有一个相对比较萎靡的一个态势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简单看一下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 板块方面来看呢 刚才也提到今天大农业是出现了一个整体一个爆发的情况 那么所以说盘面上为让大农业方面的整体热点呢 也就是基本上全面展开了 那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供给侧的改革 这一块是秩序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局面 那这个也跟我们政策面上的一个中央造开的2017年农村工作会议高层会议是有关系的 那么受到这样的一个会议开幕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其实围绕农产品的一系列热点 包括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 种业改革和土地流转等这样的一系列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热点 就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那盘面上来看今天大部分的一个农产品和农产品方面的一个个股呢 都是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廊元股份就是拉伸涨停 那么另外万福生科 西王食品和大北农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生态农业方面的一个概念呢 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关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今天也来看到在概念股方面呢 草甘霖的板块整体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整体 在这一个行业的一个整体改善 以及它的龙头行业提价 那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草甘霖原药二号制剂产品的供应商呢 浙江金凡达就上调了它的一个出厂价 那么这样的一个出厂价在上调之后 再加上整个化工行业的一个整体业绩是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板块 其实在近段时间以来相对在基准面上都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局面 所以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草甘霖板块整体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异动 那沙龙达A就直接涨停 另外新发集团 升华拜克和红太阳等 就让我们一些比较熟知的草甘霖的大型的企业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来简单跟大家去跟踪一下地方性国资改革这样的一个热点板块 这个热点板块在近段时间其实是一直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走势 尤其是在大盘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 那上海国资改革跟深圳国资改革呢 其实一直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地方性国资改革的一个主力 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趋势了 尤其是今天深圳国资改革方面呢 几大个股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不错比较不错的表现 那么其实也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升纺制A 深圳业A 天建集团和生物业A等呢都成为了市场的一个宠儿 那么整体来讲也是相对比较不错 那另外跌幅方面来看呢 金融股方面也就是券商和银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相对保持了一个萎靡的状态 尤其是券商业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跟近段时间大盘的一个走势相对不振 同时成交量也相对比较稳密呢 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正相关的关系了 那另外就是计算机和应用设备方面呢 跌幅也是比较居前的 这一方面也是直接就是我们看到在创业板方面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在技术面上呢 整体一个板块的走势情况 今天的技术面上来看呢 股指依然是在60日下方开盘 那么同时也依然是在60日下方继续做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挣扎 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个点位上 确实受到的一个压力跟阻力都相对比较大 那么来自它的一个支撑力呢 主要是3100点的位置 那么上方的一个阻力依旧是60日线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关口 那我们也之前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点位上呢 无论是外围的一个美元加息 所导致人民币贬值未来的进一步的一个压力 还是内部通胀周期的不断提高 已经自济面的紧张呢 这样的一些多重的因素都使得目前为止的这一个点位上 大盘整体来讲它是不易乐观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也认为呢 其实在这个点位上成交量一再的萎缩 那么也是足以看到 其实多空双方的交易力量都并不是非常强 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位上也是给大家提出的建议是 相对保持一个谨慎的观望状态 不要盲目入市 可以在稍作调整之后呢 再去进行一个低位布局 那么我们认为上方则可以去关注一下60日线附近 看是否能否突破60日线 下方呢则看一下是否能够 是否能够会跌穿3100这样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那投资建议方面呢 最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两条主线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还有农产品加工的一个相关股份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则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国企央企改革 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个股和板块 那我们刚才也是提到说 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呢 都是一直比较低迷的 但是也是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 所以这个农业板块是维持了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走势 而且在农业方面的这个热点呢 是频频的出现 中央呢也是正式召开了2017年的农村工作会议的高层会议 那么在会议当中也是呼吁土地的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是分离 那么经营权呢 是可以流转的三权分制的这样一个新格局 那么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是展开的热点啊 当中就包括很多了 比如说是这个农牧司鱼啦 种业股啦 农积股啦 土地流转板块等等 都在内部都是纷纷的有所异动了 那么薛小姐就要请问一下你了 对于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农产品加工方面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对于在未来的投资上 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嗯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农产品确实整体它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尤其是从上周到今天呢 在整个大盘相对比较萎靡的情况下 农业这个板块依然是涨幅比较大的 那么其实重点呢 刚才也提到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跟政策因素面是有一个相关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政策因素方面呢 中央的一个农村工作会议的高层会议召开呢 其实也是给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憧憬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尤其是在第一二产业 那么农业方面尤其是受到政策的一个影响因素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农业 这样的一个高层会议所传递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呢 就是农地的一个供给侧改革 那么供给侧改革 我们知道其实今年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了 因为它在黑色金属 也就是大宗商品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效 那么在工业领域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呢 我认为就其实给了第一产业 就是农业领域的一个供给侧改革 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引领作用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预期未来在农业方面 开启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呢 也是能够进一步去刺激整个农业市场的一个供区上的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从这点来看 其实今年2016年呢 因为这个说法其实在2015年底是有提过的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2016年这一年以来呢 玉米方面的一个种植物 农业种植物的面积是相对有所减少的 那么在玉米方面确实它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出现成效的 那我们也看到玉米价格在2016年其实是相对比较沉压的 那在受到一系列农业供给侧改革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呢 无论是种植面积也好 还是未来的一个实际有效的一个库存也好呢 我们认为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减少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会刺激种植物 在未来它的一个规模方面的一个相对的缩小 那么供需方面一大大到平衡之后呢 我们认为对于农作物而言本身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它的一个农业方面的利好消息 我们认为可能更多是来自于这一轮CPI的一个上涨周期 那么这一轮上涨周期 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过呢 这一轮的上涨周期本身它是从10月11月开始以来 CPI不断上行 那么这一个上行呢 我们认为就可能会导致包括化肥在内的一系列的一个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去拉升 那么农作物本身它其实我们知道 种植业本身它的一个利润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利润相对比较低呢 成本一旦抬高之后就注定会使得一些盈利比较小的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农作物的一些做法呢 可能会去采取一个关闭的方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生产成本推动 那么一方面就使得供给侧的一个调整呢 继续在市场的一个范围内去有效运行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能够使得生产成本的上行去拉动价格的上行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因素来看呢 我们也认为是会给农业方面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那么综合以上政策方面和市场方面调整的两个因素呢 我们认为农业板块在这一个季度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的第一季度呢 依然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一个板块 好的 感谢薛小姐跟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 希望薛小姐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薛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或者是板块的相关资产 您是有持有的吗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